今日新闻提要 拜登提新措施抗通胀 俄罗斯举行战略威慑军演 模拟反核打击 美国中期选举多周成 堕胎权辩论舞台 进球奖今晚摇奖 奖金累计至7亿元 试码雕显提供选民不同选择 已登记的选民会收到邮寄选票 选民可以把选票投到任何选票投递箱 或用邮寄或到投票中心 您可以在任何无障碍投票中心投票 那里有触控式屏幕电子投票系统 和提供多种语言协助 详情请到SMC Vote.org 寻找动人泉源 编织美丽童话 星岛清善小姐竞选 迈向20周年 将在12月18号晚上6点半 在High Regency Burlingame 凯悦酒店举办 美酒佳肴文艺表演 现场乐队 历届得奖者大会演 幸运抽奖 等大家见证 新一届清善小姐诞生 由疫情店60808-8888 2022星岛清善小姐选美晚会 主办星岛日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三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时身边是 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加州 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 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全美 旧金山湾区 还有南加有价值的资讯 先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的头条新闻 还有不到两周 就是美国中期选举 拜登提出了新的措施 通过打击垃圾费 对抗通胀 那这个垃圾费 不是指处理垃圾的费用 而是指大公司或机构的 隐藏附加费 如银行服务 有限运事 互联网账单等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表示 新措施可为消费者 每年省下超过近10亿美元 拜登表示 垃圾费是一种 不合理不公平的费用 不单会削弱市场竞争 提高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 也严重影响美国的低收入人群 根据软件技术公司 Quartrix的一项新的研究 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 正在或考虑在正职以外 再找兼职 以应对高通胀下的日常开销 研究对全美一千多名全职员工进行了调查 发现有38%的受访者已有兼职 另外有14%的受访者曾经考虑 这项民调还显示 近70%在职的父母工资 跟不上家庭生活的成本 而另一项的民调估计 抚养一个孩子读完高中的费用 已经升至超过30万元 比两年前增加了约26000元 来看一下俄乌战争方面 俄罗斯举行战略威慑力量演习 俄罗斯的武装部队操演了战略力量 发动大规模的核打击 应对敌方核攻击的任务 俄军对上一次普京领导下 进行战略威慑力量的演习 是在2月19号 即是俄军越境攻打乌克兰的前五天 俄罗斯副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 提供了详细的证据 再指乌克兰将要在自己的领土上 使用放射性物质的肮脏弹 将责任推给俄罗斯 不过西方外交人士则说 莫斯科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支持该指控 来看一下美国方面 美国中期选举将近各州 正在热烈的举行州长 还有国会议员的选举论坛 堕胎权成为了焦点 昨天晚上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的 席位辩论中 两名候选人著名的一生共和党的奥兹 和民主党的费特曼 就堕胎权展开激烈的辩论 除此之外 密歇根州的州长选举论坛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两位女候选人互相就支持于反对 堕胎问题指责 而纽约州州长竞选也围绕堕胎权的问题 展开辩论 中期选举 种族牌却成为了竞选武器 有共和党人不惧被批 竟然通过广告图像和文字 将种族因素注入了竞选活动 在广告中将非议候选人描述为 对犯罪行为软弱异类和危险 民主党人攻击那些广告为种族主义 但共和党人则毫不掩饰他们的蔑视 称他们说的是事实 没有什么可道歉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宣布 生活用品制造商高乐氏 召回了三款PELSO多用途的消毒液 理由是产品可能受到了 绿农杆菌等细菌的污染 现实市面上约3700万瓶的消毒液 需要召回产品来自乔治亚州的森林公园市的厂房 这次需要召回的消毒液 涉及PELSO多个系列及多种香味版本 松木味的消毒液不在召回名单之内 消费者可以继续使用 密歇根州的州长惠特默绑架案 三名男被告莫里森 穆希科还有贝拉尔被控以军事组织金刚狼守望者的成员为恐怖行为 提供物质支持 今天被判罪成 那案件总共牵涉了六名男子 怀疑不满惠特默推行的严格防疫政策 因此密谋策划了绑架 最后被联邦调查局侦破 六人在2020年的10月全部落网 检方表示六名被告曾经练习枪法 又以4000元向卧底探员购买炸药 准备在绑架过程中炸毁桥梁 威斯康辛州的沃克下市去年圣诞节的游行期间 一名男子驾驶了SUV撞向人群 造成6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被告布鲁克斯被控六项一级谋杀罪 今天罪成 每项罪名都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报导指帕特森选择自辩 并在辩护时理据反复无常 甚至放出了对抗性的言论 审判期间法院内外依然怒气冲天 宣读判决书时 旁听席上还有人大喊 让他在地狱中燃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继续为您播报 寻找动人泉源 编织美丽童话 星岛青山小姐竞选 迈向20周年 将在12月18号晚上6点半 在High Regency Burlingame 凯悦酒店举办 美酒佳肴文艺表演现场乐队 历届得奖者大会演 幸运抽奖 等大家见证新一届 青山小姐诞生 由疫情店608088888 2022星岛青山小姐 选美晚会 主办星岛日报 好 欢迎回来 美国进球彩票 自8月3号起 接近三个月 没有人中投奖 那今天开奖的一期呢 奖金累积到了7亿美元 是进球有史以来的 第八大奖金额最多的奖金 那进球的多保奖金 经常创下高纪录 因为中投奖极之困难 几率呢也只有2.92亿分之一 那预料今天开奖的一期呢 又会掀起一股投掷的热潮 如果这一期有幸运儿 一注读中投奖的话 并选择一笔过领取 估计可以得到3.357亿美元 来看一下湾区方面 三番市日落区 周一上午发生了致命的车祸 67岁的华裔妇女 何焕苏在散步回家的路上 不幸被撞离世 与她同行的友人受重伤 涉嫌受毒品影响的赵氏司机 被证实为47岁的东湾男子格林 她目前被收押在三番县的监狱 那被控车辆过失杀人等罪名 那何焕苏与女儿一家同住在日落区 刚从中国移民来美国6年 当天上午送孙子上学后 与友人在家附近散步 回家途中发生了悲剧 女儿当天回家没有见到母亲 才知道惨剧发生 天人永格 已发起为何焕苏的筹款 目标金额为3万元 今天位于三番市三街 3801号的湾景商业广场 迎来了新的社区成员 Lucky超市湾景区的分店 毗邻上周末全新开放的 东南社区活动中心 可为东南部的居民采购 新鲜营养食物提供便利 市长布里德市参事会主席 华纵善等政府官员 还有社区领袖居民上百人 出席了盛大的开幕式 开业当天 Lucky超市推出了多款特价商品 每磅0.99元的肉排 去头大虾 五子超甜葡萄 以及一元两个的大牛油果等 不少的华裔街坊闻讯而来 参与到了抢购当中 自去年2021年 纽约市超过三番市 成为全美租金最高的城市之后 今年波士顿再度超越 三番市成为第二位 三番市则滑落到第三位 根据Zomper的最新数据 波士顿的一居市的中位价租金 每月为3,060美元 纽约市为3,860元 而三番市为3,020美元 比9月下降了4.6% 三番市的租金仍然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本月的一居市租金比2020年2月低了13.7%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美国与新加坡相隔六年再次召开了战略伙伴对话 会后联合声明提到了台海的议题 美方重申华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 反对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新加坡则表示 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全球的地区和平 以及繁荣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重申中美之间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降低误解误判风险的重要性 德国政府内部对中国国企 中原入股汉堡港货柜码头 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阻力 经济部和外交部都反对给中资 投资德国关键的基础设施 担心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但是总理舒尔兹和内阁 支持这项入股的方案 认为可提升汉堡港的竞争力 宣布批准了中国国企 中原海运子公司 收购汉堡港其中一个货柜码头 24.9%的股份 不过中原原本计划的是35%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日本外务省的事务次官森建良 韩国第一副外长赵贤东 在东京举行三方会议 同意加强威慑以遏制朝鲜的军事威胁 同时反对任何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 舍曼敦促朝鲜停止进一步的挑衅 批评平壤近期多番的发射导弹及发炮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严重的破坏地区稳定 美日韩会利用美国的防御能力保卫盟友 赵贤东则表示 三方一致认为 如果朝鲜进行第七次的核事 必定会受到史无前例的反应 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陆续有环保激进分子 通过破坏艺术品引起关注 那既有示威者向范高的名画 向日葵泼罐头番茄汤 以及向莫奈的名画甘草堆 泼土豆泥之后呢 周一有一批打着停止采石油的示威者 闯进了伦敦杜沙夫人蜡像馆内 其中一男一女向英皇查尔斯三世的蜡像脸上 投掷了巧克力蛋糕 那警方人员到场拘捕了四人 落案控告他们刑事毁坏的罪名 好 以上就是今天新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